一难得保时捷在创立这个品牌之初呢 就定下了一个目标 要做轻量化且有运动性能的车型 那911系列呢 无疑是保时捷的精神图腾 那在这个精神图腾的顶端呢 我觉得就应该是它 保时捷911 GT3 911系列的911 在2015年全面换装了涡轮增压发动机之后呢 那现在我身边这辆911 GT3呢 就是唯一一个使用自然吸气发动机的车型了 所以它现在就像宾威动物一样 非常的珍贵 21年初呢 保时捷发布了全新的911 GT3系列 那这款车呢 我觉得有四个重要的特点 需要大家去强化记忆一下 首先呢 它依然坚持了使用4.0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 最大功率510马力 峰值扭矩470牛米 从0加速到100公里每小时呢 只需要3.4秒 急速呢达到318公里每小时 第二点呢 它是首次在公路车上使用这种 额颈式后扰流板的车型 那并且这个扰流板有四段可调 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调节它的角度 来提供更多的限压力 第三点呢 就是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它做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也就是以往保时捷911会使用的 麦夫逊式前全架呢 现在全面升级为双叉臂 那这个结构的提升呢 也给它的性能带来了非常大的提升 那双叉臂结构的优势就是 它的减震支柱 不再承受这种横向的力 那在弯道之中呢 它的这个轮胎的停角变化呢 也会更加的线性 然后让你有一个更好的操控感 那另外呢 还值得一提的是 这套双叉臂结构呢 也不是开脑的想出来的 通过大学去做这种论文的论证 来决定去换装这套双叉臂的系统 并且 现在911G3换了双叉臂 那下一代911会不会也换双臂呢 非常值得期待 所以第四点你需要知道的 就是它在纽北的圈速是低于7分的 并且刚刚发布的911G3RS车型 再次打破了这个纪录 在轻量化方面呢 保时界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比如说这个玻璃是更轻量的设计 然后包括车顶 以及发动机盖 都是碳纤维材质的 它可以减轻车辆的整体的重量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侧面的话 其实跟911系列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然后这里 后翼子板这块 没有一个开洞 但是在G3RS车型上 这里会有一个洞 提供更大的一个进风量 然后去给这个冷车系统 有一个更好的表现 轮胎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 前轮使用了米其林的这个Cup 2轮胎 它的规格呢 是2535ZR20 那后轮呢 37530ZR21 刹车系统呢 采用了探陶刹车 那在赛道上 它可以给这个G3 一个更稳定的制动表现 我们可以看到 它选择了一个中央螺栓的 这么一个设计 所以说在换胎的时候 就是它会更像是在赛车那样的换胎 卡 接一个机器 一鸣 拔出来换胎 对于性能来说呢 这样的换胎可能效率更高 当然对于普通人来说 我觉得日常驾驶 这个功能的意义就在于 更好看了 空气动力学方面呢 保持节在测试的时候 甚至把这个车系 进行的一个倾斜的角度来进行测试 去模拟它在赛道上可能产生的这种单轮离地时候的车身状态 另外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悬架的形成非常的低 它比普通版的911呢 低了20毫米 所以说现在基本上没有余量可言 那它的硬度呢 又比上一代的保持节911G3车型加强了50% 所以它现在的公路表现 我想应该就是硬 特别硬 非常的硬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在车尾上呢 车底的这个扩展器并不是特别的夸张 但它依然能够给这辆G3提供足够的帮助 中置排气呢 非常的好看 也是呢 这个车型的传统 那我们可以看到最大的亮点 就在于这个额井式的后扫流板 它呢 首先可以有四个角度可以调 在最普通的状态下呢 它就能比普通的车型增加50%的下压力 而在最极端的情况下 它可以在200公里的时候 比普通车型增加150%的下压力